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回王元兆不变魔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千万不要转传未证实的讯息 不然会给自己带来困扰 点开讯息呼吁亲朋好友 千万不要乱传未经证实的讯息 因为王元兆就曾传假讯息被罚 3万人 我本身是在做活动表演的 所以我的群组有很多 那在去年差不多4月份 3月份4月份的时候 接到一个朋友传来的讯息 就是一段语音 然后他讲述的就是说 有几个陶医的外劳 他本身已经染上了冠状病毒 然后现在就是在山上或是台中市 就在某个区段在流传 他就是提醒大家要小心 然后也除了这个语音信息以外 他传送了几个大头照 就是这几个外劳大头照 那当下我未经查证 那我基于说通知大家 也是一片好意 然后就把它转发到各群组 原以为是一片好意 提醒大家要小心 但没想到却因此被调查局盯上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就接到调查局的电话 那当下我是觉得可能是诈骗集团 然后我要求他说 假如你要约谈我的话 麻烦你发个公文 不到三天的时间 我真的收到公文了 透过我的手机 然后看我LINE的内容 转发给谁 还有我这段讯息是怎么得知的 然后又追到传给我的那个朋友 那也是我国小同学 不是 国中同学 结果他也被调查了 这篇讯息被证实是假的 那几名移工根本不在台湾 王源兆和朋友都被 以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仿治 及紓困振兴特别条款裁罚 在疫情当中 没有收入已经是很 很 怎么说 就是已经很无奈了 很无奈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去缴交这个 这个三万块 像我朋友他好像被判三监 判两万块 今年疫情再度拉警报 假消息也越来越多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也天天开记者会喊话 假讯息最终罚三百万 你敢闯我们就敢正办 而且我们一定是强力的正办 那我们一定是强力的移送 可能我们是出于好运 然后就是手指在手机上点一下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那造成说 我必须跑这么多单位 然后我还要把我的手机 我的隐私 让他们去查询 这行李当然是 当效是非常不舒服 那当我了解说 整个情形之后 我觉得说这是一个经验 根据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统计 去年至今受理或是交查 假讯息共35件 去年占了31件 其中19件都依法送办 警方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捏造 讲新闻或是散布 造成社会恐怖之外 也让自己荷包失险 警方中心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